小米在快充方面一直擁有領先的技術 且受到了大量網友好評 有關小米外來的200W超級快充 現在終於揭開了面紗 在早前的洩漏裡 我們已經獲得了小米在開發功率更快的200W超級快充 並且這是一次突破 或許你只需要在洗臉刷牙街功夫 即可為一部手機充滿電 同時這項快充技術將在今年下半年的小米智能手機中出現 而在今天小米的200W超級快充終於被公開了 並且也打破了兩項手機充電記錄 小米宣布學求首發200W有限快充 為一部手機充滿電僅需8分鐘 具體了解到小米200W超級快充測試過程中 使用了改進後的小米11 Pro作為眼視機 這款手機具有4000mAh的電池 內部為兩塊串連起來的電池 經過測試,200W快充為這塊4000mAh的電池充電 僅需8分鐘內即可充滿電 從小米公開視頻來看 200W的有限快充分別實現了44秒可充電10% 3分鐘可充滿50%,直至8分鐘可充滿一部4000mAh的電池 小米在帶來200W的超級快充同時並沒有讓我們失望 它還帶來了更快的120W無線快充 該無線充電技術可以在1分鐘內實現充入10% 7分鐘充至50%,在15分鐘內可為智能手機充滿電 要知道,先前上市發布的小米11 Pro和小米11 Ultra機型 原裝帶有的最快6-7W有線充電和6-7W無線充電功率 雖然小米去年推出了80W無線充電解決方案 但目前還並沒有設備支持它 現在小米公司僅通過一個視頻 就推動了有線和無線充電的發展 讓200W快充最快打破進入10分鐘時間線內 為小米提供200W有線快充和120W無線快充 此次使用了改進版的小米11 Pro 它內部使用了兩塊串列電池 並在電池充電方面有很大的改進 據介紹,工程師團隊將小米11 Pro的有線充電架構 更改為3顆轉換效率高達98.6%的電荷泵並連充電 大幅提升充電速度同時也降低了電池內阻 發熱量與普通充電接近 同時還支持安全充電保護措施 這讓小米11 Pro改進版的充電又快有了 當前這款測試的小米11 Pro為4000mAh電池 而真正上市的小米11 Pro實際上是一塊5000mAh電池 雖然該超級快充沒有在5000mAh的小米11 Pro上測試 但相信小米量產該快充一定會提供更大的電池容量 其中有爆料者就指出 200W快充量產機型會加大電池容量 既然現在小米已經公佈了200W的超級快充 那麼我們最快見到該技術 很可能就是在下半年時間裡了 好了,影片就到這裡正式結束了 請大家多多點贊和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